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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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一项有效加強家庭或辦公室的無線信號覆蓋 Nedgear 日前就推出了首款以相頻和AC1900設計的EX-7000Wi-Fi Extender 持有Repeater和AT等運作模式 還擁有1300Mbps無線收發能力 提供更廣闊和更高速的無線連接 Nedgear EX-7000 以三組外路的無線天線 陪上黑色的機身 可以直立或者水平擺放 機身設有一個USB 3.0接口作分享之用 背面除了電源連接之外 亦設有WPS連接和5Gbps接口 EX-7000用有ARM架構 雙核心1GHz處理器 無線部分支援雙頻2.4GHz和5GHz 2.4GHz部分提供600Mbps無線頻寬 5GHz部分支援802.11ac制式 最高可以提供1300Mbps連接 EX-7000提供Repeater和AP模式 在AP模式下 EX-7000就會將網絡轉發成無線網絡信號 提供600Mbps加1300Mbps相頻連接 如果想將室內的無線訊號進一步伸延 就需要利用另一個模式Extender Mode Extender Mode即是以一收一發方式 除了無線訊號再向外發送 修法功率達到700MW 比一波無線路由器更加強 在Repeater Mode除了提供無線擴展功能之外 背後的接口亦都可以使用 當接收到無線訊號 機背的不做Gigabase Link接口 就可以連接其他電腦 再透過EX-7000的無線連接進行上網 機身的USB3.0接口 亦都可以作為檔案使服器用途 經過網絡進行共享 EX-7000的Repeater功能 適合大多數的用家 可以先利用WiFiExtender接收無線網絡 再以另一個SSID擴展出來 甚至利用特設的Fast End功能 接收較高速度和高頻寬的5GHz AC制式 再擴展成大多數裝置都支援的2.4GHz N制式 令房間內的用家 可以擁有一個更加的無線連接 相反接收2.4GHz無線訊號 再以5GHz分段發送亦都可以 如果有多台電腦和投影機 透過Lang實線連接還可以提高交換速度